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来谈谈一个老师该谈的话题 开始之前,请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 以确保老师以后更新的时候,你可以获得通知 也可以帮助老师快速达成10万订阅者的目标 来今天跟大家谈谈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谈谈铁板神术 铁板神术就是号称推算出来的东西 会让你每一样都应验 就像把每一个人的命磕在铁板上面一样,绝对不会变 这个铁板神术到底是什么东西? 相传在北宋时期 有一位叫做邵康杰先生所撰写的 这个邵康杰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邵康杰自姚夫,人又称百元先生 这位邵先生非常不容易 他可以说是研究易经的天才 如果纵观历史他上下五百年 可能都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易经的研究 与其说他是易经研究家 他更像是一个数学家 而且这位邵先生 他对命理的武术 他也造译的十分的深厚 有一天啊 这邵先生 他跟门下的弟子学生在一做研究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什么呢?就觉得哦 有没有可这个可能啊 把把这个八字命学 按照易经的推算的模式 来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资料库 然后把它分门别人类 以建立索引跟函数的方式 建立一个最周全的人生资料库 也就是说把所有八字或是任何命理可以排列组合的可能都把它列下来 这样子以后 如果有任何人要去做推命的时候 无论是谁 上次王侯 下次范夫走卒 都可以从这个大数据里面来找出答案来 原则上 按照逻辑上 如果这个资料库是成立的 那这个理想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我们这位邵教授带领了我们的实验室的同学 开始建立了这个庞大的资料库 而且他要建立起来破解人命最完整的密码书以及资料库 所以是说他必须把这资料库分成上中下三部 这样子才能达成他的目标 怎么说呢 上册就是说明书来解释这个资料库的函数 他是怎么样的运作 要怎么样推命的一个详尽的说明书 中册 它是什么 一本钥匙 这本钥匙就是一个密码书 实际上是密码书 这密码书是来了解什么呢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透过人命去找 用这个钥匙推断出索引来 去找到这个条目 那下一步下策书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 他所推出来的所有的条目 条文啊 之类等等的 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 假设是说有一个人来要来推命 然后来算命 那那个师傅或是老师就拿了这个钥匙 然后带入什么 带入说这个人的八字 然后再查出条文 比如说他为什么问音乐 那他按照这方法去推 就推出来这个谁 这个人是什么时候结婚 比如说啊查到某条文 想说17岁成亲 那如果说你要再生小孩 那怎么找呢 找子次 那再用钥匙这本书去推子次 得到可能知道一个什么答案 28岁得一女 32岁得一男之类等等的 但如果问公民 他可能就是去带出这个公司去推 就可以得到什么 31年方吉地 或是什么官智 官智上书卓之类的 然后这样子推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铁板神术 这个就是推这个他所想要做出来的一个推明术 讲到这里 各位有没有觉得这本书真的很神奇 如果有机会 各位你想不想试看看 现在其实现在在中港台各地 都有很多的老师号称自己也会铁板神术 但是老师必须要告诉各位这件事情 这可能会造成一些同行的不方便 但是老师还是要必须要讲 如果他是号称是邵康杰先生的铁板神术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邵先生的确带领的他的实验室同学 真正去研究了这本著作 然后也尝试了建立这样的巨大的资料库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个研究计划开始没有多久 邵先生他就放弃了 这个研究计划也就怎么样 也就终止了 所以是说这本这本书 这本著作 这本巨作 这个资料库 从来就没有被完成过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他原来的基础研究下面 只看 这本书如果真的做出来 他的确很完善 但是到后面会发现 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 因为你所有的命 你去如果你真的细分下去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的推出来 为什么老师跟各位讲 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 好 我们以八字学来看 八字学 他原本是用以四柱去看 也就是按照你的出生的年月日时 这四个点去看 有看过老师迷人命礼堂的 就知道了 那用这个方法去推 但是邵先生发现说 这样的精准度是不够的 为什么 你按照这种方式 你是不是每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 换到现在就两个小时 那这个时间快出生的人 你的命运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这样不行 这样的精准度实在太低了 所以说一定要再细分下去 要建立资料库 要对得起自己的专业 他一定要超级精准 不然建立起来也是没什么屁用 因为如果你这是很模糊 没什么用 所以说他就往后推 就把这样的推算方法推到什么 每一刻 从每一个时辰 就下来推到每一刻 一刻就中 就是15分钟 所以他就开始说 哎 那我们以15分钟做一个做一个基准 这样行不行 这样函数算下去 是会不会更好 的确是更好 但是这样也不够准 怎么样 那只好往下继续推了 推什么 推到分钟 推到分钟上去了 这个技术在铁板神术或是铁板神术里面呢 我们就称他为考词跟考课 小字分钟 大字什么大字克 来推算出你正确的时间来符合你这个命数 可是这样推下去就不得了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资料库会变成异常异常 非常大的庞大的变化 完完全全的超出当时少先生 他当时的预期 或是他可能假设出来的状况 你考不要说考到分钟了 按照这些推命的方法下去 你推到秒数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最后少先生跟他的实验室的好伙伴们就开始终止这个计划 所以说这个计划实际上他进展的时间非常短 所以可以说这里面条文好 尝试编出来条文 根本就寥寥可数 并没有并没有多少条 所以当时这本书不但没有完成 而且当时也不叫做铁板神术 他只是命名为邵子术 就是邵子 邵先生做出来的一个数据库 邵子术 但是因为他偏差值太大了 所以终止之后 邵先生根本自己就根本就不去碰他了 为什么你这样碰上去 根本就没有用 这个就是失败的实验 实验失败 你足死而已 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实验失败 那既然这个研究计划早就失败了 那现在铁板神术到底是哪里来的? 其实是在隔了一千年之后 在清朝有一个道士 他的道号叫做铁脯子 发现的是说 诶!宋朝原来邵先生当时做过这个研究计划 你没完成没关系 我想想你这个技术的一个模式挺好的 你以前完成不了 哎保不起我现在可以做出来 所以是说铁脯子道人 他这个道士就开始接着去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概念 但是每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 就会发现这个基本上是很难达成的 这个是没办法 没办法那么精准 后来体验不是知道怎么样呢 他又不是一个研究团队 他就是个道士 他也没有研究团队 不像邵先生 他有研究室可爱的小伙伴 没有 所以他怎么样 他就只能改用模糊比对了 好 极尽所能用最模糊的方法 比如说最少一个时辰 或是最后一个时辰 这样去看 好 最多也只能编出了 一万三千多条的条纹 所以说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概念 正确率既然是模糊比对 所以是说他正确率也不高 哦 虽然正确率不高 而且虽然也干脆讲这么讲好了 他的正确率是很低的 但是铁脯子 他对本身对推秘术 他的一个技术本来就很好了 他本来就不需要靠这个建立这个资料库来强化 他的一个专业 他本身专业就很强了 好 但是只是说变成什么样 他的研究的过程中 这本书就变成他的一个小笔记 就是他有时候记上去 在推的时候 你当然就要拆一分嘛 他就把它做成小笔记 有时候我们在算命的时候 就忘了一些公式 他在翻翻自己的小笔记啊 想起来 然后这样推才对 所以是说就变成一个他的小超 但有些人就觉得说 哎铁道人铁师傅 你这个这么厉害 你每次查这本书就可以算出答案了 那你这本书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么厉害 各位知道中华民族里的缺点 就是喜欢怎么样 攀比啊 攀比古人就选的自己比较厉害 为什么呢 比如说 啊你老师是谁 老师啊 老师 我老师是孔子 人家就觉得啊 你一定超聪明 超有智慧的 你老是孔子 我操 那你一定是一个学富5G的人 你一定是一个大智慧的人 没有那么厉害了 孔子下面也有笨学生 所以说 大家喜欢攀比 攀比之后他就说 这本书是宋朝的邵康杰先生 所著作下来的神术 透过这个神术 可以推出来每一个人的命运 就是说 哇 邵康杰 妈呀 你太屌了 对不对 就是太屌了 那你一定超强 后来怎么样 八卦传千里 就八卦传千里 就把他推出去 那因为用这个人 他做铁骨子 后来人就说 哦 这个这个技术 叫做什么 铁板神术 说到这里 各位可以知道 所谓铁板神术呢 其实就是 只是古时候的一个伟大计划 邵康杰先生的一个伟大计划 流传到后世 变成一个美丽的误会 这个铁板神术呢 就算用现在的技术 也没办法完成 为什么呢 因为邵康杰先生 他在他另外一本 已经被收入 《四库全书》里面的剧作叫做 《黄极金寺》里面 就说过了 这世间可能的变化 就有五亿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两千种 这个数字 难怪邵先生当时到后来很快就会放弃这个研究计划 因为你没法编出来吗 为什么? 就算你用现在的技术啊 可以做出这么庞大的资料库 你根本都是已经是百度跟Google等级了 或是雅虎等级的超级大资料库了 而且你有超强的运算能力了 你也编不出来这么多的条目啊 里面的细节啊 你要去讲说这个条目是干嘛的 也做不出来 更何况邵先生对于这种变化的急速 也就是他的极限 都还抱持着很保留态度 因为他还认为这样子不是一个极限 他应该还有在更成长的空间 所以我们回到主题 各位世界上有没有铁板神术 其实这世间本无铁板神术 只是一个数学家的一个伟大共享 那就奇怪了 那既然如此算命到底是什么 你算命有用吗 好 今天在这里老师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老师身为一个专业的武术老师 实在的告诉各位 算命 它其实是一种诊断 命学只是我们在学习武术中的一环 武术是什么? 三、一、命、补、像 这五种让人的人生过得更好的技术 医学也在我们的武术之中 好 所以是说 医学 我们假设我们医生要看诊的时候 他应做什么? 望、闻、问、切 根据病人现在的状况 来做问诊 然后把脉 然后闻一下他的体味 什么之类等等的方式 来诊断开药 所以说一种病症 在不同人身上 都会有不同的开药的剂量的用法 命也是一样啊 问命也是一样 我们是透过什么? 透过你的实际状况 比如说你现在状况是怎样? 好 那你请你提供我你的八字 老师从这个八字里面配合你现在的状况 来达成你想要达成的目标 比如说 哎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财运比较好 什么时候姻缘比较好 哎我现在遇到了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好 那这就必须透过这样的参数 跟你现在状况 我们来去推算 不然的话 有人是说 有些人说 他成算 你只要看八字可以知道你一生 那就很瞎了 怎么会很瞎呢 为什么 因为难道跟蔡英文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 要在同一个县市出生的小女孩 长大都会变成总统吗 这些女孩都一定是他老妈是小老婆吗 再而难道全世界的双胞胎都会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时候全部一起死掉吗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说是专业老师 这是可以怎么样从你的命理资讯里面 告诉你怎么样做 你现在要做的选择会比较好 但这不一定会透过八字 但我们可能透过紫薇斗树啊 我们可以透过奇门遁甲 我们可以透过占卜啊 各种方式来去做 来推算出来 你现在该怎么做选择 会比较好 就像一个假设你是一个农夫 你今天很想努力为你的天里面产量增加 但是天下的天气是寒冬 那是跟你的技术有关系吗 跟你的种子粮釉有关系吗 跟你努不努力有关系吗 不也不对 现在天死就天寒地冻 不得天死也不得地利 你很努力 是时候吗 你为什么不等一下天会划开的时候呢 对不对 那有人会说 你现在怎么可以什么时候可以享福 现在是你什么春耕的时候 你现在不要考虑享福 现在你该做就是去耕作 是不是这样讲 就像飞行员 你在飞在天上 你居然受过很高深的训练 飞机上面难道不需要仪表吗 难道不需要导航仪器吗 所以是说命学 他就是为了让你有这些导航仪器 来提供你参考人生的方向 要去怎么样的进行 但是无论如何 飞机要飞 靠的还是飞行员 不是靠导航 老师无论怎么算 选择要不要这么做的 或是你要怎么选择 让你人生更好的 那还是在你自己身上 哦 事在人为思想 你怎么想怎么做 才是你最终能不能获得胜利 跟幸福的关键 感谢各位今天收看 本页面下方有老师的推荐视频列表 最下方还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需要老师的专业收费的咨询服务 给你人生一点导航的资讯 可以透过下方的方式 以老师联系 最后请记得按订阅跟赞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